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这里是2020年一级建造师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 优选提分班课堂 我是这门课程的主将老师 肖国祥 我们的班型叫优选提分班 强调一下 这个班型是从EVE基础课 到前期的经讲课程 延续下来的一种学习班型 叫优选提分班 我们接着要讲的是 教材的第七章 也就是在整个考试卷面上 最弱的一章 分值相当少 叫建设工程项目 信息管理 因此在这一章上 同学们简单的 与浏览学习即可 这一章的大标题 叫信息管理 它的第一节 叫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 目的和任务 从这个标题上有两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是关于项目信息管理的目的 还有一个知识点是关于项目信息管理的任务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例题 下列工作任务中不属于信息管理部门的事 那回过来讲这个知识点考的是信息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因为它是以信息管理为主要责任的 所以大家看 A负责编制行业信息管理规范 你这是一个企业的信息管理部门 你的手伸得那么长吗 你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能力去编制整个行业的信息管理规范吗 所以这个显然的吹泡泡了 是不属于信息管理部门的 那么从题目来讲 因为他本身问的就是 不属于信息管理部门的 那答案就是A了 是吧 那么继续看一下 那负责信息处理平台建立和运行为负 平台的建立和运行 我们通过这道题熟悉一下 档案管理通过这道题熟悉一下 协调各部门是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 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但是它是特定的 是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还是可以反复利用的 就是说不属于的编制行业信息管理规范 这个你自己管得太宽了 你把自己企业的信息管理管管好 对吧 项目的信息管理管管好 对吧 然后呢 ABCD倒是反过来告诉我们 信息管理部门他要做的工作 是包含了 A要有一个平台的建立 而且要日常的运行维护 要最后要形成一个什么 报表报告档案 他在各个部门之间 尤其是各个部门的信息管理工作中间 处理中间 他是起到一个 这个部门专门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这是这道题的出发点 看下面一道题 关于项目信息管理手册 及其内容的说法 准确的有 A 信息管理部门 负责编制信息管理手册 没错信息管理部门 他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负责编制信息管理手册 B 信息管理手册中要有档案管理制度 信息最后数据形成报表 报表分析形成报告 报告形成资料 资料最后要归档 这样一个一顺条的理解 大家要掌握 所以信息管理手册当然有档案管理制度 C 信息管理的任务分工表 是信息管理手册的主要内容 那这个就是对信息管理手册 不断地在引发你去思考 信息管理手册有什么内容 确实我们看到任务 任务安排 任务分工表 哎呦 那么再看 信息管理手册 要随着项目的进展 而做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这符合管理学上的动态控制原理 啊 所以应该是动态的 那也就强调这个信息管理手册 不要编一本放在那里十年八年不动 那这个不对的 要随着项目进展而做必要的修改补充 我们看看 一应编制项目参与各方通用的 没法通用 因为个人各有个人的利益追求 个人有个人的目标以及目标控制任务 啊 所以我们是要符合自己特点的啊 符合自己项目管理特点的啊 所以这个通用是错的 这道题最后的答案是A B C D 好往下看第二节 本章的第二节叫建设工程项目的信息分类 编码和处理方法 那么显然第一个支持点是从信息的分类上去展开的 第二个支持点是从信息编码的角度去展开的 来我们来看这样的例题 下列建设项目信息中属于经济类的 一共给了四个选项 编码信息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组织类的 熟悉了以后 我们知道它是组织类的信息 这辆控制信息 讲这辆控制是讲技术 工作量投资 那是讲经济 这个是对的 是经济 因为看到了一个词工作量 当然如果你讲投资 它也是经济方面的信息 设计技术信息 这还要怎么明白呢 它肯定是技术信息 好 因此这道题目最终 因为它问的是经济类 所以我们是工作量控制信息 是经济类的 这是常见的一种提醒 这样的题目只能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大家通过知道有这么一种学习方法 把那张表格五大类的信息 各自对应者看清楚 比较难掌握的是管理类信息 因为组织信息掌握编码 这个技术信息跟技术有关的 另外一个质量控制是技术信息 经济信息跟什么有关 跟工作量有关 跟投资有关 说白了跟钱有关 对吧 那么然后呢 就是剩下来了 我们讲除了组织信息 经济信息 技术信息 那么还有管理信息 什么进度啊 合同啊 这些安全啊 都是管理信息 好 下面再看一道题 这道题呢 也可以放在第一章里面 其实这道题就是第一章的题目 但是这个内容呢 两头都有 项目结构信息编码 某某信息编码的依据 一定是某某图 因此这个题目是 项目结构信息编码 它的前缀是项目结构信息编码 所以它的图一定是项目结构图 答案是B 如果你是组织结构信息编码 那么它的依据一定是 组织结构图 你是合同结构信息编码 那么它的依据一定是 合同结构图 还记得第一章里面的 这几个图吗 当然了 我们如果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说 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 信息编码 是其他各类信息编码的 一个基本基础 是一个基础 好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选的是B 好 我们进入到第七章的第三节 这节的标题叫 工程管理信息化 以及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注意 这个时候项目两个字 全都不能丢 一定要完整的把它念出来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如果你丢了项目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地方呢 首先一个支持点 是关于工程管理信息化的 那非常简单的一个引申 就是我们搞工程管理信息化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做好信息管理 而做好信息管理 我们是为了工程建设 争执 它又是一个争执 然后最后呢 讲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大家要区别项目信息 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 和一般我们不带这个前缀的 一般是暗指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它的用处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我们来看这道多选例题 以下有关项目信息管理的说法 准确的有 A 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 项目各参与方的信息交流 它这个地方犯了一个什么毛病呢 就是这个管理信息系统 它没有说清楚 到底是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还是项目的管理信息系统 所以这个管理信息系统前面 没有加定语 没有加定语呢 我们一般默认之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所以后面的这句话就不一定恰当了 毛病是出在这个管理信息系统的定义不清楚 好 看第二句话 项目的信息门户不同于项目的管理信息系统 这是两个不同的属于 所以这个不同于应该是对的 你说项目信息门户就是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有利于项目各参与方的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 这是咱们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 一个核心的功能 核心的功能 要求大家要有能够互相交流 能够互相的协同工作 好 再看一是项目信息门户 是项目各参与方共同使用 这个门户上面 大家都可以到这个门户上去使用 共同工作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工作 同时大家相互之间可以发生互动 这它是相当于是一个管理的工具 没错 一呢也对 所以本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B第一 再看一道题 下列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中 属于成本控制的子系统 因为他说是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有投资控制的功能 这个是对一组方 成本控制功能 对施工方 然后还有进度控制的功能 还有合同管理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 选一个来看看题目 是成本控制的子系统 那么带成本的计划成本 设计成本 然后是计划成本和设计成本的比较 那这个成本更多了 这三项你肯定可以敢选上去 因为他本身是套着这个成本控制的 这个大标题来讲的 那么投标估算能不能选呢 一定能选 小心投资估算就不能选 投资估算是投资控制 投标估算是成本控制 那么因此这个D不能选 D是什么 编织资源需求 资源跟着什么 跟着进度 它应该是进度控制的子系统 所具备的一个功能 那么通过做这道题也能知道 进度控制 除了管进度以外 它跟资源需求也是挂钩的 好 这道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A B C E 那是我们这一节呢 相当短 为了不引领大家过分的在这一节上去盘缓 因为这一节的分值低 体量少 所以呢 希望大家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前六张上 因此我们在这一张处理的时候呢 就简单化了 那么这是这一张的一个知识结构数 那么这一张叫项目信息管理 而第一个标题是 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目的和任务 这个里面呢 一定要掌握信息管理的目的呢 是为了增值 为建设增值 而它的信息管理的任务呢 我们里面呢 又涉及到 关于信息管理手册 关于项目信息管理部门 它的主要工作任务 大家要去了解好 这两个主要的方面的立体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关于项目信息的分类编码和处理 从信息的分类来讲的 五大类 尤其是前四大类 组织信息 管理信息 经济信息 技术信息 当然还有一个法律法规类的 法律类的信息 法规类的信息 那么可能讲的少一些 那么前四大类的呢 你一定要能够把它区分好 把三控三管 一些条中间的主要内容 跟这个四大类呢 配起来 你比如说 你质量是放在技术里面的 你的投资是放在经济里面的 你的进度 你的合同安全 是放在管理里面的 这信息分类 要搞清楚 编码呢 跟第一章结合起来 某某编码的依据 是某某结构图 某某结构图 这样的话有推广意义 好 最后呢 讲到工程管理信息化 它的目的还是为了 建设增值 为了实现增值的效用 然后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四大功能 投资控制功能 成本控制功能 进度控制功能 还有合同管理功能 那么实际上 投资控制功能呢 大家比较容易从治理行间去找到 因为它都是跟钱有关系的 跟算钱有关系的 而成本控制的话呢 也比较容易找到 因为它都是标着成本两个字 但是成本 除了标成本的以外呢 它可能还有一个投标估算 容易产生混淆 因为看到估算 容易误以为是投资控制 只要投标估算的话呢 是成本控制 那么进度控制呢 凡是带时间带进度的 带网络图的 横道图的 大家都不会陌生 它是进度 但是往往会讲一个资源需求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陌生感 那么注意资源需求 是跟着进度控制走的 合同管理里面呢 主要是跟从合同角度 跟合同文本有关 合同这个文本有关的 合同管理有关的一些东西 大家要掌握好 这是整个建设工程项目 信息管理的一个 这一节的一个知识数 这一章节的一个知识数 那么讲到这里呢 第七章呢 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这一章就结束了 那么整个课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这一阶段里面 抓紧 把这个班型的内容呢 看完 自己呢 受到一定的启发 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